2011就等这一档 我要给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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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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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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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今天下午呢 则是到新北市三重 替党内的立委们助选 蔡英文才谈到政府 应该要好好的照顾被泼水的街友 结果台下正好就有一位 要向蔡英文成情的富人 被警方给强行驾走 蔡英文对三重选民喊话说 只要新北市过半 大选就会赢 而民进党内部则评估 云林以南只要赢70万票 就有胜算 这个台北市 说用喷水 在刮我们的游民 这个事情 我们台湾的社会感觉 就不可思议了 蔡英文台上猛批 北市府照顾皆有不周 台下突然出现一名陈情富人 往台上大喊 今天我们电视报的 最多的新闻就是台北市 蔡英文往台下瞄了一眼 不受影响 继续向选民喊话 我们的三名簿是民进党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最具指标性 最重要的地方 是不是让专门可以在这里大胜 我们来这大胜 我们新北市就过半 我们新北市过半 我们就赢了 好吗 好 蔡英文进攻北台湾 走到哪都向选民挂报警 前晚在中立 也要喊出桃园赢民进党就赢 党内还评估 云林以南只要大赢70万票以上 就能补回北部输的选票逆转胜 我们有自己的股票了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稳扎稳打 按着自己的步调走 蔡英文前进三重 替党内立委辅选 虽然部首搜查权挂并号 行程全取消 蔡英文寒风中向选民拉票 高喊过半就会赢 刺激选票拉近蓝绿距离 中文台北众报道